我觉得 这一次我三星真的呼出去了啊 他这个手机真的是非常的好 RM1199块 然后有这么多的features 我真的是觉得 耶 真的要这样钱吗 哈哈哈 So Hello 大家好 我是Technic中文版的BurnerCK 然后今天呢 我人就在这个 Samsung的Galaxy A series Launching这一边了 然后我左手边这边呢 就有这个Samsung Galaxy A50 然后右手边这边呢 就有Samsung Galaxy A30 这样子两个呢 我现在会讲A50 因为Samsung Galaxy A50 这一轮呢 是非常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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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的性价比 为什么我要讲这么多次 因为非常的重要 首先我就给你们看下这个性价比 非常高的Samsung Galaxy A50 是长到怎样的 6.4寸的FHD Super AMOLED Infinity U Display 为什么叫做Infinity U Display 因为它这里是一个 U shape 这样子它这个U shape 不像普通的 刘海这样 什么作用都没有的 这个它是很有用的一个 刘海来的 为什么我这样子讲 因为它在set timer的时候呢 它会有那个光圈的 这样子 这样子这个手机 还有什么这样特别的呢 就是这个6.4寸 FHD Plus的屏幕里面 拥有这个Optical In Display Fingerprint Sensor 所以单看正面来讲啦 10分呢 我会给它8分 因为我非常的满意 所以讲完了正面呢 现在我们来讲下后面 它配上了这个3D 弧度的背面 是相当的合手的 然后你们看一下 它这个后面 有点Rainbow Rainbow 这样子的 Samsung Galaxy A50的背面呢 就跟以往一样 都是很低调 但是看起来却非常的高尚 然后当然来讲的就是这个三摄像头啦 一个25Mbps的F1.7大光圈主摄像头 8Mbps的Ultra Wide Angle 还有一个5Mbps的Depth Sensor镜头 然后相信大家都知道 Samsung的前置镜头 一直以来在这个DXO脉都得到非常好的成绩 都是在榜上摇摇领先的 这样子 当然了这个手机也不例外 这个手机也拥有25Mbps的F2.0大光圈前置镜头 然后还拥有这个3D的AI Emoji 让你玩个过午 这样子这个手机单看这些feature都已经觉得 很性价比了 这样子它用上的配置是什么配置 厉害了我跟你讲 AXINOS 9610处理器 6GB RAM 128GB ROG 4000mAh的电池容量 4000mAh本来就已经非常够用了 这个还配上了15W的快充 听完了这么多啦 这个A5S它是有这个 Super AMOLED的screen 然后In-Despair fingerprint 然后4000mAh电池容量这些 猜一下它的价钱是多少 不用猜我现在跟你讲 RM1199块 真的是性价比非常高的一个Samsung手机 我跟你讲Samsung这次真的是 浮出黑了 但是不要忘记 我右手边还有一架A30的手机 这一架的价钱让你吓到裤子都要脱下来眼泪都要掉下来那一种 这样子A30手机跟A5S有什么差别呢 这个手机的camera它的主摄像头是拥有16MP 配5MP的Ultra Wide Angle 然后前置镜头方面呢 就是16MP而已啦 这样这个手机除了它的配置拉低了一点 它还少了什么呢 就是少了Depth Sensor 这个是双四项头 这家手机也是少了一个黑科技就是那个Optical In-Display Fingerprint 它把它放成后子指纹识别啦 这个手机它用上的就是Exynos 7904的处理器 拥有4GB RAM 64GB ROM 但是可扩充是512GB啦 然后还有一个差别就是刚刚提到的A5S是拥有这个3D AR Emoji 而这个A30是 2D的AR Emoji啦 然后还有一个功能呢在拍video方面呢是蛮大差别的 就是这个A5S能够拍Hyperlapse还有Slow Motion 而A30是 不能的啦 除此之外在拍Live Focus方面呢 这个是使用的是Hardware这个使用的是Software 这个 只能拍人罢了 这个拍人跟物体都能拍到Live Focus的感觉 然后总结来讲呢A5S的价钱是1199块 然后这个A30的价钱是799块 两个手机这一次的性价比都非常的高 看得出了Samsung真的是 吐出黑了 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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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去了 然后今天呢Samsung Galaxy A50和A30都是同步发布的啦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到全马的Samsung Store去买这个手机的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Samsung Galaxy A50和A30都有三种颜色分别是黑色 蓝色 还有白色 所以今天的video就到此为止了啦 喜欢的话就记得按个赞还有分享 记得关注我们 Tekniff中文版 Share这个video Share到乱乱的 因为Samsung已经胡出去了 我也是胡出去了 我们下一集见 Bye 拜拜 Tekniff中文版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